大队员从心态上也改好 去拼他 冲击他 自己后面还是做出了一些变化 心态上起了变化 从你给我的反馈 感觉就是人帅话不多 然后严谨一干 把核心的东西都点出来了 我原来就是更不怎么讲话 就是很腼腆 现在还好一些了 人帅话不多 接受采访的王正行还略带羞涩 应对灯光和话筒 也还没到收放自如的阶段 毕竟他还年轻 经验并不丰富 但也正是年轻 在决定团队胜负的第五场关键战中 王正行击败了比自己年长的对手 非常有冲击力吧 从一开始 从一开局 第一局开始就很敢打 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年轻选手 冲击力 这是黄宇祥的切身感受 首局 王正行向前压上的意识强烈 后场扣杀也是直接果敢 没有太多试探也无需过多周旋 这给黄宇祥带来被动与不适 要说王正行这出色的临场发挥 可是离不开适合自己的赛前动员 而这赛前动员的功劳 主教练张绍晨功不可没 我跟王正行就说 准备输 放开打 像哥哥学 但是我不敢输 你在每个细节 每个过程 你把它做好 没有什么可输的 但是要不甘于输 赛前的思想动员 给王正行卸下压力 指明了方向 湖南小将在拿下第一局后 第二局也与对手搏斗到19比19 今天给自己打90分吧 因为第二局其实是有机会拿下来的 自己还是 感觉心态上起了一些变化 所以说后面都有一些犹豫不敢打 所以导致自己的第二局没有拿下来 要说那扣掉的10分 就不得不提第二局局末阶段的厮杀 王正行此前极具冲击力的打法 在这个阶段荡然无存 小孩子小朋友就心态的变化 还有人是到人家进攻的时候 他给争手球的时候 老是平地被人家打 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不要跟他对打 打两边 关键分上处理不当 王正行交出第二局代价不小 但在接近胜利的关头跌倒 还能重新站起来 这对于年仅18岁的小将来说 已经难能可贵 王正行学胜局21比13锁定胜局 最终帮助湖南队赢得了首个男团冠军 我感觉就是很开心吧 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拿过冠军 然后我自己也是三单 然后帮助自己的湖南队拿了冠军 自己还是很开心 我感谢队员 真的 队员跟着我不容易 是吧 我感谢他们 好吧 就说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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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